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资源需求的期间 也就是说什么时候需要这些人 确定了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技能的人数量多少之后 首先我们要先检视公司内部的人才库 是否有具备该项技能的人员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如何取得 如果公司内部有具备该项技能的人员 则人员取得的方式可以采用内部戒掉的方式 这个时候除了跟部门经理协商戒掉人力的事宜 以及跟当事人沟通意愿确定能够参与专案的执行之外 还要考量资源行事力 也就是该人力资源他的行事力 换言之 内部戒掉的部分 如果是兼职人员 不是全时间来帮忙专案的人员 这个时候要考量他的资源行事力 如果是关键的人力 这个时候可能要配合这个关键的人才来调整活动执行的期间 那第二点是说 如果这个人他具备活动执行所需要的技能 但是他的技术成熟度不是很足够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针对技能提升的部分 来提供技能训练 那这个部分就要对应后续的训练规划的部分 来规划训练课程 来提升该人员的技能成熟度 以满足活动执行所需要的技能 那如果是公司现有的人才库 没有具备该项技能的人员 这个时候就需要对外招聘 这个部分就会对应到后续的采购规划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人力资源规划的范例说明 例如这个例子 1.1.1产生标语构想 所需要人力规划为两个人 需要的技能是创新计划的能力 取得的方式是内部阶调 同理1.1.2 1.1.3 也是这样来决定所需的人力需求 在人力需求规划表确定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配合活动的干特图 来画出人力资源负荷图 透过人力资源负荷图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人力数量多少 可以看得出来人力需求的高峰 以及人力需求的低峰 那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统计 特定一段期间所需要的人力是多少 像例如0到3周 总共是3周 每周所需要的人力是4人 所以这段期间 这3周内需要的是12人次的人力需求 以此类推 请同学参考 确定了人力戒掉之后 我们可以进一步针对活动的责任指派 来进行工作责任指派矩阵的规划 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活动层级的责任指派矩阵 当然这个部分要对应前面我们练习的工作包层级的责任指派矩阵 是要一致的 只是说在工作包内部的活动 我们再透过活动层级的责任指派矩阵 再进一步加以分工 例如这个例子 1.1经费申请 在工作包层级的责任指派的时候 是财务组的组长采男是当则 主办的是企划组的滴水下 协办的部分是财务组的邱博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如果在细分的话 因为1.1的工作包它有三个活动 一个是1.1.1撰写U-Bike推广活动计划书 1.1.2是申请通过确认 1.1.3是补助经费确认 那我们再针对1.1的三个活动再细分的话 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细分 1.1.1的部分是由企划组滴水下来组折 然后财务组的邱博是协助 那1.1.2跟1.1.3两个活动 都是由财务组的邱博来负责执行 以此类推 1.2的工作包里面的三个活动 也是可以再做细分 那当然如果都是同一个人员来负责 三个工作 那这样就多写RRR 在这个部分 那这个时候就跟工作包层级的责任指派举证雷同 因为三个活动都是由同一个人来负责 那换言之 整个工作包也是由同一个人 也就是期格来负责 好 各位同学在家里 还是要先思考一下 你们组别的人力资源规划要如何来做 那到上课的时候再跟主员做讨论 这个部分因为需要规划 还要画人力资源复合图等等的工作 所以老师安排了45分钟来指导同学 完成人力资源规划部分的练习 以上是人力资源规划单元的说明 感谢同学的收听 欢迎同学收看专案计划实务课程 上一次我们为同学介绍了人力资源规划的部分 今天我们为同学进一步说明一般资源规划 一般资源规划的步骤跟人力资源规划的步骤雷同 首先我们先依据专案活动的性质 来确定执行该活动所需的一般资源的种类 规格和数量 换言之也就是要先确定 什么东西规格为何数量是多少 之后我们要进一步依据专案活动排程的时间 来确定一般资源的需求期间 也就是要确定什么时候需要这些东西 在决定了什么时候需要什么东西规格为何数量多少之后 我们要进一步决定取得的方式 也就是所谓的自制外购决策 首先我们要检视公司是否有能力生产 如果有的话 我们可以透过公司内部的生产作业来进行生产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下自定单 请制造部门来制造所需的资源 但是如果公司没有生产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要透过外部采购 或是外部租赁的方式 这个部分就对应到所谓的采购规划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下采购单 或是进行租赁作业 以取得专案活动执行的时候所需的一般资源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一般资源规划的范例说明 一般资源规划的部分 要看活动执行的时候是否需要特定的一般资源来做规划 像例如这个例子 活动1.1.1产生标语构想的部分 专案团队讨论之后认为需要新制图软体 而且是专业版的数量需要一套 取得方式的部分是采用专案采购的方式来快速采购 其他的活动如果不需要一般资源的部分就可以空白 需要的部分就把所需的资源名称型号规格数量跟取得方式把它规划进来 例如1.3.2品牌logo关联性分析的部分 这边是需要统计分析软体 那型号规格是SPSS21版 那数量是一套 取得方式是用租赁的方式等等 以此类推 同样的 请同学在家里先行思考 你们组别的实作专案作业的一般资源规划的内容 然后在学校上课的时候再进行讨论把它做出来 那这个部分相对来讲是比较简单 所以老师安排了25分钟的时间来跟同学做互动指导 协助同学完成这个作业 以上是一般资源规划单元的说明 感谢同学的收看